在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后 神州18号航天员乘组经过短暂休整 随即投入忙碌的空间科学实试验工作中 上周三名航天员在天河核心舱内 开展了长期在轨典型姿态下 操作力变化规律研究项目的相关力量测试 包括双臂推拉力 单臂推拉力 双臂旋转力 手轮旋转力的 空间飞行导致的机萎缩 骨丢失以及操作姿态的天地差异 可能会对航天员在轨典型姿态下的操作力大小产生影响 该项目旨在通过采集飞行前中后不同时期 多种类型的操作力 对比分析天地差异以及在微重力环境下 操作力随在轨时间变化的规律 并进一步探讨引起操作力变化的机制 在航天医学领域 城组开展了肌肉适应性实验 使用三大锻炼装置及相关设备 完成了跟腱刚度测试 下肢运动学测试 足底压力测试等 该项目旨在通过飞行前中后的肌肉无创功能 其运动生物力学 结合在轨锻炼数据分析 长期失重飞行锻炼适应性的动态变化规律 建立失重肌萎缩运动防护效能预测模型 航天员完成了辐射损伤生物剂量仪 以及辐射损伤芯片卡核的设置 替换以及撤收等工作 地面科研人员将通过分析芯片卡核数据 对在轨仓内环境的辐射情况进行研究 此外 城组完成了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内 蛋白与核酸供起源及密码子起源的分子进化研究项目的 实验样品采集和存储处置 以及流体物理实验柜实验样品更换等工作 最后 让我们看看十十八成组在工作之余的轻松时刻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